那天爱与四方人时 都尽知学乎 终枉基督理事无心 修业心事无 崇基常常谈到我们以一种非形式的教育 来开展整个书院的生活 就好像这个崇基礼拜堂所举行的种种 包括学生大营的活动 包括有音乐会 有我们每年一度的毕业典礼 甚至是大家熟悉的崇基周会 在在让我们经历一种论人生 谈理想的一个平台 这个《未圆湖》可以说是 崇基的一片很独特的风景 我特别喜欢《未圆》这种名字 因为崇基是想始于至善 它未圆就表示我们不断地向前追寻 目标是始于至善 学生在这里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带着心来到这个环境里面 吸收自然给他们的那种生命力 大家来到这里是崇基的图书馆 它叫做谋路思乙图书馆 崇基的同学都叫它谋拉 里面有很多的历史在这里 崇基在1951年成立的 当时很多中国内地的教会大学 都要关门 有部份的教育家都来到香港 崇基的创立就经过香港的基督教界 加上这些教会大学的先言前辈 一起合力创办了 到现在是六十多年了 众志是一个最令到大家可以交回集中的地方 基本上所有的学生活动中心 社团组织也在楼上 我们一年一到的我们叫做混音 即是宿舍的歌唱比赛 游戏和派对也是在这里搞的 所以我想众志堂是整个崇基 学生生活的中心 我会用一种很自由 很开放的精神这些字眼去形容崇基 我想起来其实那件事很开心 你到过了四年很无忧无虑的大学生活 宿舍之间的比赛不是只是输赢 而是当你二百多个人一起拼准的时候 你拼准一起建立到那种关系 那种友谊 其实就是我三年以来 学到得到的最重要的那种东西 我在去年暑假就去了美国 参加这个海外语文学集团 宋役也提供很多机会给学生 可以去世界不同的地方 让同学可以体验到不同的文化 和旷阔自己的视野 崇高为博外 基础在育材 这副的对联 总括了崇基的教育精神 一方面我们要以包容开放的态度 去探讨真理 去追求学问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好好去 试味崇基的人情味 和人民精神 强调传人教育是崇基的特色 我们致力为同学提供各种 非形式教育项目和课外活动 藉此培养他们的自尊 自信 自强的精神 几年的书院生活 虽然很快都会成为过去 但当中所体验过的博雅传统 人民精神 都可以成为活水长流 在跟着的数学当中 陪伴崇基人 继续去思考人生的方向 让他们在不同的崗位上 活出美好的人生 为人类带来更大的祝福 季谢基的天朝岔 志 mega明天永弅 自行物与世 。